日本国立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 与花莲慈吉医学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 发表重粒子治疗的研究经验 它能够精准地打击癌细胞 为癌症医疗开启多元的选择 重粒子它是普通的放射线或是直指的 大概12倍以上 所以它几乎本来癌症要开刀的 它可以用重粒子治疗 可以就不用开刀 重粒子的治疗好处多多 日本的研究报告指出 以台湾最常见的第一期非小型肺癌来说 使用传统放射线的方式 需要18到30次的治疗 肿瘤控制率大约6成 如果以重粒子的方式来治疗 则缩短为4到9次 而且控制率可高达9成 日本一直是重粒子医疗发展的先驱 未来也将会转介病人到当地接受治疗 或是让医护人员交流训练 希望赶上世界级医疗的脚步 让更多癌症病有受惠 大约新闻 阳碍庭公国家 华林